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叫 蜈蚣救主 清朝的时候有一个游方狼种叫杨云 这个游方狼种养着一条大蜈蚣 那足有一尺来长 这条蜈蚣跟随他已经几十年了 平时呢都是将他放在一个主楼里 这杨云四处行医时也要将他背在身上 而狼种呢擅长使用蜈蚣来治病 蜈蚣的别名叫白角天龙 能够治疗风湿啊中风破伤风等疾病 并且对毒虫蛇咬那是有奇效 据说呢他是取了蜈蚣的唾液和尿液来治病的 那这一天呢杨云行医来到一座大山下 听到后面传来一个姑娘甜甜的声音 医生你去哪儿 杨云随口回答道 我去前面这道怪啊 杨云回头看了看 哎却没有人 他也没有理会继续往前走 但是刚走几步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医生你要去哪里啊 杨云刚要回答 一个男子的声音又传过来 主人快走 不要理会 也不要回答 这杨云感到很是惊恐 于是加快了脚步往前赶去 天色渐渐晚了 杨云再也没有听到那对男女的声音 正好到了那次道怪 杨云便到道怪去借宿 进了道怪 道怪里的道士奇怪的看着他 杨云刚想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道士就先说话了 你的脸上有妖气 你今天是不是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杨云想了想说 对了我刚才路过后门的座山的时候 听到了一男一女的说话 道士听了说 哎你这是遇到美女蛇了 那女子的声音就是美女蛇 你今天如果不回答就没事了 可是你告诉他今天晚上住在这儿 那他一定会追到这里来 而那男子的声音嘛 应该就是你竹篓里的蜈蚣 一会儿你就把竹篓和蜈蚣 放在你今天睡觉的床上 然后用棉被盖好 把蚊帐放好 你躲在神台三青巷的后边 晚上不要出声 如果你的蜈蚣足够犀利的话 也许你还有救 否则 哎 自求多福吧 说完 道士就把道怪门关好 自己避蛋去了 杨云听了道士的话 按照道士的吩咐布置好了一切 就放出了蜈蚣 哎呀 百足啊 百足 我养了你这么久 现在我有难了 你一定要救救我 救救我呀 这条蜈蚣竟真的对他点了点头 于是杨云把蜈蚣放在蚊帐里 然后躲到了三青巷的后面 但是他也不敢睡觉 必定今天晚上是绝对他生死的一个晚上 大约到了三更 忽然就飞沙走石 外面传着唰唰唰的响声 一条鲜红大蛇冲进了道怪 直接向那蚊帐扑去 可忽然从蚊帐的上边 传来了一个姑娘凄惨的尖叫声 然后就是有东西激烈碰撞的声音 过了好半天才寂静下来 这杨云壮着胆子从三青巷后面走出来 向着床铺方向望去 他看到一条大蛇躺在床上 再仔细一看 嘿 这条蛇可不是一般的蛇 这蛇竟然长了一个漂亮姑娘的脑袋 不过他的眼睛已经瞎掉了 流着鲜血 而自己养的那条蜈蚣 就咬在他的眼睛上 但是这蜈蚣身体已经断成了两截 也死去了 就这样游方郎众侥幸保住了一条命 他抛开了美女蛇的尸体 在里边找到了一颗巨大的内丹 这杨云收起内丹 又将断成两截的蜈蚣收起 找了个地方好生的安葬 还在蜈蚣的坟前磕了三个头 以泄蜈蚣的救命之恩 从那以后 这杨云还是继续行医 不过他医治的病 就变成了那内丹能治的 咳嗽皮肤病胃痛等等了 这就是无共救主的故事 喜欢的话呢 您给个双击 谢谢各位了